智慧商业空间 可视化中台系统是一个跨数据系统的可视化监控平台 既可以监控集团所有项目经营情况 又可以分析单个项目运营情况 系统由集团数据监控大屏和项目运营可视化寻场系统构成 首先介绍第一部分集团数据监控大屏 它分为两屏 第一屏 从集团层面监控实时的销售 客流 车流的趋势情况 及公共用水用电情况 并且也对集团的经营数据进行了统计 此处可以看到集团下所有项目在全国的分布情况 第二屏 从销售评效 租金评效 租售比等不同运营指标来对比集团下各个项目的运营情况 并且可以根据时间段进行筛选 项目分布图旁边的项目列表点击可以下钻到项目 另外在页面的最右侧 还有需要在现场才可看到的商场视频监控列表 我们下钻到项目数据分析页面 可以看到左侧项目的经营分析的数据列表和中间的图表趋势分析信息 在页面右侧 可以看到项目楼层的地图可视化模块 地图中的铺位根据液态渲染不同的颜色来分析液态分布情况 并且可以将品牌运营的关键指标 不同预警状态 铺位详细信息等直观地显示在店铺上和地图旁 实现了空间可视化监控 其次 介绍第二部分项目 运营可视化寻常系统 系统从楼层 液态 铺位等不同维度进行空间可视化分析 呈现出不同液态 在楼层的分布情况 楼层中的不同液态 不同品牌的运营情况分析 液态中不同楼层 不同品牌的运营情况分析 并且将品牌的关键运营指标 直观地显示在铺位上方 铺位详细运营数据 展示在地图旁边 达到了全方位的掌握品牌运营情况的目的 当点击撤场预警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需要预警的品牌已经标记出预警状态 系统通过对项目所有品牌的撤场预警 抽成预警 欠款预警 空置预警 租售笔预警等多维度预警进行分析 加强了运营项目的风险控制能力 当点击客流分析 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不同品牌所在铺位的客流情况 系统通过对销售 客流 租金评效等数据的分析 达到了多方位监控项目运营数据 全面掌控项目的目的 最后 可视化寻常系统 从品牌到楼层 液态 再到整个项目 整个经营过程 进行基于时空数据的可视化管控 多角度清晰地展现了运营状况的空间可视化寻常